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患有伸直气泡枕时 要选择正规的医院接受治疗 以免给身体带来严重的伤害 女性患上伸直气泡枕会带来哪些危害呢 危害一 局部疼痛以及恶心 当女性患上伸直气泡枕时 伸直部位会有剧烈的疼痛感 而且持续时间长 泡枕有可能会像磁工镜 外衣阴道以及大腿部位发展增加了治疗难度 增大了精神压力 另外 泡枕病毒也会让女性处于头痛和恶心状态 这属于常见的副作用 危害二 会引起大脑疾病或者传染给胎儿 一般女性容易感染泡枕病毒 放任不管的话 有可能会让泡枕病毒侵入大脑 诱发脑炎 严重的患者72个小时之内就会让呼吸停止 甚至会引起轻微的神经病或者麻痹症 另外 女性怀孕之后 泡枕病毒可能会通过肠道或者胎盘传染给胎儿 甚至让胎儿出现死亡或者早产 即使出生后也有可能会有先天性的皮疹 眼睛疾病和脑损伤 危害三 增加感染艾滋病以及系统疾病的几率 一提到艾滋病人们就很可怕 但是生殖系泡枕频繁的发作 会增加感染艾滋病毒的几率 增加了治疗难度 另外身体所携带的病毒可能会侵犯到内脏中的神经系统 让患者出现密药系统以及胃肠道系统的症状 同时也会侵犯胸膜或者腹膜 好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 或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生殖系泡枕的那些事